大家好,我是小编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特别爱卫生的人 他们每天都至少要洗澡2-3次 如果身体要是不干净 总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你是否知道 有些部位不干净 其实并不是不卫生 甚至还有很大的用处 爱干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身体这几个部位 其实并不需要太干净 别让太干净害了你 一就是耳朵 频繁掏耳朵容易引发炎症 耳屎可不是脏东西 它能够使外耳道保持酸性环境 抵御外界细菌的清洗 如果将耳屎掏得太干净 相当于拆除了一道防护线 细菌更容易侵入耳道 从而诱发炎症 出现疼痛流浓等症状 而且健康的外耳道本身就有一定的自我清洁功能 在我们说话 打哈欠等情况下 耳屎会随着下耳运动 借助皮肤上汗毛的推动 作用自行排出 再来就是鼻子 频繁清洗鼻腔破坏鼻粘膜 如果大家经常挖鼻孔 除了会让鼻子变形之外 还可能会破坏鼻粘膜中的毛细血管 鼻腔也是有自我清洁功能的 不易过于频繁用力清洁 特别要注意避免用指甲用力抠 以避免破坏粘膜 引发细菌等炎症的感染 当空气质量较差 或患有鼻炎、鼻塞者 可以借助洗鼻器来倾斜一下 再来就是肚脐 长抠肚脐眼容易受凉伤肠胃 肚脐是细菌窝 里面寄生着大约有1400种的细菌 但是这些细菌大部分是非致病的 这些看起来脏脏的污垢 可以保持正常肚脐温度 如果太干净 热量散发快 肠胃功能就可能受损 如果抠肚脐的力度过大 很容易弄伤肚脐胎胶嫩的皮肤 也有可能引起炎症 一旦恶化还会化浓 细菌侵入腹腔内重要的血管 那么这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再来就是面部 盲目洗脸肌肤会出现很多问题 生活中很多女性因为爱美 平时对脸的清洁都很到位 但正是这样频繁的深层清洁 让面部的肌肤脚趾沉缓不过来 破坏了正常皮质 小编推荐大家 可以挑选一些温和型洗面奶 一般一天使用一只两次即可 而去角质产品则建议一个月 使用一只两次即可 平时皮肤洗不干净时 可以加点温水 对皮肤的去污能力也是很强的 不一定要使用洗面奶 此外小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随意拿一块香皂洗脸 因为它的碱性程度很高 比洗面奶还要高 对脸部伤害是非常大的 再来就是阴道 很多人都会盲目的使用洗液 洗出妇科病 女性的阴道是自带清洁作用的 平时只用清水清洗一下就够了 常用清洗液 清洗得太过干净 反而会让阴道平衡的 菌群变得不平衡 造成你更加容易的感染 再来就是牙齿 错误的刷牙方式很容易损伤牙幼纸 平时刷牙的时候两次三分钟就可以了 并不是刷得越久 用的力气越大就会刷得越干净 相反的根据研究表明刷牙三分钟以上 而且用力太大 反而会对牙幼稚造成伤害 所以大家刷牙的时候 尽量不要刷得太用力 也不需要刷很久 这样才可以保护你的牙齿 那么真正需要清洁的三大忙区是什么呢 洗脸前应该要先洗手 很多人洗脸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的直接用手捧清水冲洗 其实这样很可能将手上的污垢细菌等粘到脸上 因此洗脸前应该要先洗手 洗掉洗面奶泡沫的时候 尤其需要注意清洗发际线附近的残留 不然年纪轻轻的你 很可能就会面临脱发的情况了 再来洗澡的时候要注意清洗液下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液下不仅分布了汗线 还有很多神经血管淋巴组织 有一定的免疫防御功能 从中医角度来讲 液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肌泉穴 如果大家加以按摩 有宽胸凝绳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经常戳洗液窝 能够辅助改善肋肩神经痛 也可以改善肩周炎等症状 再来就是洗脚要洗脚趾 相对而言脚趾更容易长污垢 特别是指缝指甲处 而脚上存在着各个脏腑器官相对应的反射区 经络分布有比较密集 如果经常戳揉到脚趾 可以刺激干净气血 滋养眼睛 所以大家在清洗脚的时候 可以边清洗双脚 边按摩双脚 这样更加有利于健康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身体的这几个部位 并不是越干净越好 所以大家心理这几个身体部位的时候 要多加留意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